這是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畫面 在南部的布里瓦德市區 上個月二十九號 遭到龍捲風的襲擊 許多當地的居民拍下 龍捲風來襲的驚人畫面 有汽車被強風吹翻 拋到了空中旋轉了兩圈 才被扔回到馬路上 另外還有樹木被連根拔起 另外還有建築物 還有路邊停放的汽車 也通通被龍捲風給破壞了 美國國家氣象局就表示 龍捲風的風速 預估至少為每小時一百六十公里 呼籲民眾要嚴加防範了